剛才不明白 是否不明白 不明白緊要 我是廣東的 解釋一次給你們聽 Nikki 不准笑 認真點 No man No man 不要聊天 專心聽我說 好 回到這裡 就這樣 明白 明白嗎 OK 回到這裡 Data Warehouse 我簡稱它為Data House Data Mask 我簡稱它為Data Mask 兩者有甚麼關係 看這幅圖 一個Cemoney 去找Source 在不同地方找 有Internal、External Wave 之後他們就會Repocessing 然後去到這裡就是Data House Data House 就集集之所Data Mask 就像這樣Data Mask Data Mask Data Mask 選了Data House 最後 最後便會被End user去用 重命 不要緊 我舉一個 生活上的例子給你們聽 就像 你的家族這樣 家庭就是爹康 而你爸爸媽媽就是爹媽的爹媽的爹媽 和你弟弟爹 這樣你們全部加起來 就一個爹頭的口袋 就是選擇我們的家庭 明白了嗎? 好,謝謝你 我的配套繼續表演